欢迎建筑新国家旁边 这一坡山坡地 林木原本相当茂盛 地主开墾后变成光秃一片 加上为做好水土保持 让村民跟校方很担心 兴起来临恐怕会有土石流危机 造成灾害 是我们的灾情的应变中心 平常是看到满山的森林大树在上面 突然之间把它光秃 学生在这边上课 有产生的恐惧感 因为平常这个地方避难的时候 那个水流已经蛮大的 如果是遇到再来 已经光秃秃的这个 万一乙势过大 万一黄土一奔下来 会造成学校也是学生的影响 其实旧学校的立场 是希望说学生可以在一个 很安全的环境下成长 所以其实因为在这个地方 在70年代的时候 好像曾经发生过土石流 所以他们会担心 召开墾的这片山坡地 属于李正大雨段 市有土地 李正公所回应 民众有合法申请开墾权力 但会再跟花林县政府进行会堪 那这个民众其实是有合法提出申请的 他在今年的10月初提出 那我们公所把这个公文 转给花林县政府 花林县政府有核定它 同意它去进行开发 民众的单一是说 万一开发之后 将来会不会有一些潜在灾害的问题 我想这个部分 公所会协调县政府 一起来看看 就到现场去看查看看 卓西部落村民 看到最近有不少部落 发生土石流灾害 担心过度开墾 影响部落生命安全 因此要求政府单位一起监督 部落周边开墾的状况 让孩子安心念书 部落村民也能安心记住 记者把握了 花林卓西采访报道